嗨大家好,這是小黑智 開箱這一季的WTAPS T5的帽子 那這一款的布料是setting材質的 所以相對布料就是比較硬挺 那它這個setting材質這一季做的 都有一點很像是水洗的感覺 就比較灰一點點 那整個橙色真的也還蠻好的 請你看一下可以嗎? 欸差不多,好 那有一些袋子上的粉 我就捏一捏 如果不知道我在幹嘛的 可以去看我另外一篇羽膚帽的影片 反正就是在幫客人把商品整理一下再寄給他 好,我們看一下 後面的話是用這種皮革製的調節帶 然後這邊有鯊魚,是鯊魚夾嗎?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就是皮革過去之後 然後可以固定 然後調整 鬆緊度 好 然後 扣子這邊有WTAPS的鋼印 OK 再來LOGO 整理的顏色就比較灰灰的 灰灰的,然後setting布料就是很挺這樣子 看一下內錶 看一下內錶 這樣子拍好 內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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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寫字 喔,Made in Japan 然後有一個吊牌 講到這個吊牌啊,其實有時候 因為我有去過一些日本東京以外的店家 像那些店員 因為每間店的就是他們店員記帳的方法不一樣 我就有看過把這個吊牌拿下來 然後貼他們那個POSE機的條碼的那一種 所以也有可能 真的也有可能 全新的是店員把這個拿掉的 如果你真的不幸收到的話 也請諒解啦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做賣家也都知道 這種東西客人也是很care的 但是如果被客人 被店員收走了 也沒有辦法齁 像這個 然後 剛剛同時在拍這個 標的部分 OK 那這就是這一點的介紹 掰掰